点一下这个标注形式 那请你选择你现在的这一个 如果说你要用的是这个形式的话 你就选ISO-25 再按什么呢 按修改 特别是用 如果说你要改的跟那个书上标注一模一样的话 从这个地方做修改 那修改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哪个地方做修改呢 这边好几个选一下 其中的话因为我是要填入 从填入里面呢 把原来的文字或箭头 它就会用文字或箭头的这个形式去呈现 你把它改为文字 改为文字之后的话按一个确定 再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有本来是在外面的一个形式 把它改成在里面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先利用那个 这个第一个是有关直径的标注部分 把它做个修改 那修改的位置在这里 那等一下呢 在我们讲义里面 还有很多 有没有 半径的修改方式 因为半径我们预设呢 做出来的跟最后这个这个讲义里面要的标注形是不一样 那要用什么方式来修改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填入半径的本来不是长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我们半径修改为类似像这样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这个按钮点下去里面会有个对齐标注线 改为ISO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说你要改成像好几题 它是里面没有延伸线 没有延伸线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需要改三个地方 第一个一样是改什么 ISO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延伸线的部分的话呢 把勾弦取消掉 这一条延伸线就不见了 另外的话呢 中心点标记部分的话改为5 在那个中心点标记部分改为5 其他的话相关像直径的部分 直径半径相关的标注 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我想各位再把它看一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记一下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 我将来就把相关的补充资料放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goo.jl 斜线DNQP5 可以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